各位学员大家好 现在我们进入第十章 传播敦税 那么敦税的这个整个的考核呢 也很简单 因为它那一页码太少了 那么考的都是些老的支点 它也没有太多新的东西 所以这个分我们要势在必得 一般是考两分 那咱们看一下它的考核 主要是我们考单选或多选 一般不参与我们的 那个计算题的组合 第一题 征税范围跟税率 咱们看这个单选题 下列关于传播敦税的说法正确的是 传播敦税设置协定税率和普通税率 这个又不是国际税充 没有什么协定税率 应该是什么 优惠税率 这个位置呢有问题 他描述 咱们再往下看一看 他说 必我国渔民购置的捕鱼船应纳税 这个捕鱼船属于农业方面 这个还真不是不纳税 尤其是我国渔民购置的 我们是针对境外的船舶来 我们才争这个东西 我们境内的划个小划船之类的 那个争什么传播敦税 这不争的 C就是我们国籍国 与我们中国签的 互给这个船舶敦税 最会国带有条款的条约或协定的 应是什么 使用协定税率 这个问题跟它呢 是一个性质 我们没有协定税率 应该是优惠税率 如果你不确定的话 咱们再往下读一读 那么第一 拖船按照发动机功率 每千瓦只剩 净为0.67吨来计税 这个呢 是正确的 它特别明确 咱们讲 车船税也讲过类似的东西 对吧 那它要是明确对的话 那前面这个协定税率 一定是错的 所以我们该选择 D选项 第二 税收优惠 第一 多选题 下列传播中 免征传播敦税的有 问的是免征 养殖鱼船 这个是免的 英纳说 在人民币50万以下的传播 这也是有免的规定 单纯进行考核点 C 境外购买的 出自入港的这个 满载传播 这满载就不免了 要空载的才免 所以这错了 D 非机动泊船 这可是不免的 它是那个税额减半 它也不会免 所以这个是错的 一 纯磨敦税 执照期满后20小时 不上船 客船的传播 那么这个 有免的规定 所以应该选什么 选ABE 那么第二题 大问题 下列各项目中 属于纯磨敦税中 延期优惠的事 问的是延期优惠 咱们看一下 A网项呢 咱们刚说是免税 这直接免了就 不要延期 那不是延期误会 你延期说以后再交 你现在先不用交 这个是免掉了 所以它不是 B自境外受赠方程 取得船舶所有权的 出自鹿港的空载 这空载 咱们刚刚说了 这是免的 不是延期 C这个执照期 满货二三小时内 不上客户的船 这也是免的 那只能是D了 依他说在 敦税制造期限内 用于防疫隔离 并不上客户的一些 冲锁 那么这个是可以延期的 所以应该选择 D选项 那么ABC都属于 直接的免税 第三 英纳数的计算 那么这个 冲锁敦税的 需要计算的 相对比较简单 别人文字很多 但是很简单 历年都是如此 一旦考计算 一般就是送分为种 咱们看第一个答案题 2022年10月20号 甲国某运输公司 一艘货轮 使我国某港口 该货轮 静动用位为4万吨 货轮负责人 已向我国海关 领取的 冲锁敦税的执照 在港口停留 为30天的一个期限 那么甲国与我国 签了一个户籍 这个最后我待遇的 这么一个条约 然后告诉我们 每净吨位为3.3元 那么这个应该缴纳多少吨税 那咱们GV去吧 找净吨位 然后找给出的税率 他就直接给出了 你承就行了 那足够应该算出来 应该是选择A选项 第二题 说国外净吨位为3000吨的 非机动传播 在港口停留 30天 切了这个最后国的条款 然后呢 这个对应的普通税率是 每吨4元 优惠是每吨3元 哪个 切了这个 那就是他俩是一块的 对吧 这最后国跟这个是一块的 用这个3元的税率 然后他有个什么特点呢 非机动博船 这么在继税时 还有减半 是不是这样的 3000吨乘他 再减半 那于是呢 得出来应该选D选项 核心点在这个位置 第四 征收管理 第一题 答案题 恰列不符合 冲破吨税的 征收管理的规定 是 咱们看一下 A冲破吨税 有海关征收 这个是对的 所以不能选 我们画个钩 我们选那个 错的 B 冲破吨税 纳税又发生时间为 应税传播进入港口的当日 这个表述也是对的 C 应税传播 在吨税执照期满后 尚未离开港口的 你当申领新的我们执照 不再缴纳冲破吨税 那可能吗 你说你不离港的话 那个新的就不再交税了 那不太可能 所以这个呢 应该是错的 要选他 我们再看地缘项 未按期价纳 小清税款的 自制税款至起至 缴清税款之 只按日加收万分之五的支纳金 这个表述对的 所以应该选择C C是错的 那么再看第二题 断题 根据冲破吨税的规定 下列可以用于担保的有 这哪还可以担保呢 你乍看好像都是啊 这里面汇票值钱 存兰也可以 债券也行 养保含当然也可以了 那后面那个一点怪异 不自由对方 那不自由对方 你给我们的钱都不能花了 怎么办呢 一定是应该自由对方才对 所以这块错了 这一个送分铁属于 以前真正上考过 所以就该选择ABCD 那么第三题 断题 根据冲破吨税的规定 现在表述不正确的是 问的是不正确 A 应税传播在执照期限内 因修理导致静对应变化的话 那么这个执照既有效 这个不影响的 这是可以的 表示正确 所以我们不能选 B 执照在期满前随换或一试的话 应当向原发照海关申请核发执照的副本 并补缴税款 那么 这个如果只是回损的话 副本申请就可以了 但不涉及补缴税款 你有没有什么延期之类的 不要什么税款 所以这个呢 应该是错的 要虽然选它 那么C 海关发现少征或漏征税款的话 应当自传播 应当缴达税款至起 一年内来补征这个税款 那么这个表述呢 是正确的 第一 海关发现多征税款的话 应在24小时内通知应税传播 办理一个退还 但不加算银行同期算利息 那你要带个问题 这个错在谁身上 海关发现多征税款 等于是多征了纳税的 占用了纳税资金 你说该不该离息呢 要给所以这个表述 这是错了 一 应税传播应当自出到 退税通知之起 三日内办理会关 退税的手续 这个表述是正确 因此错的应该选BD项 第四题 段远题 依据敦税的管理 相关规定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 纳税法案多缴税款的话 可自讲到税款之起 一年内要求海关退还 这个日期错的 纳税人在要求时 是三年 所以他是错的 我们不能选 B 海关发现多征税款的话 应在24澳时内 通知办理退还手续 并加算 这个利息 这个对吧 咱刚说过了已经 要选 C 应税传播在 冲破敦税 只要期满后 尚未离港的话 应申请新的这个执照 这也是对的 D 敦税执照在期满 毁损的 那么这个咱们刚说了 他也是对的 一 应税传播付的人 在每次申报时 看着我们 敦税税务税率表 选择上一种 期限的 传播敦税执照 这个也是对的 那所以应该选的是 BC第一 那好 这样的话 我们的第十章 传播敦税也讲完了 因此我们新的班 整个的全部上 全部讲完 那通过我们 这个C的练习呢 让我们在 针对技术班学的知识 做一个查诀补录 看我们掌握的 这个实验程度 一个是 你看你算的对错 第二看什么呢 看你的整个 计算的 得出结论的 那个时间 就是一道题 我花了多少钱 来做出来的呢 你要注意这一点 然后呢 在这个当中 来找到我们的 核心的判断点 就是这种题 我哪错了 为什么会错 是我记不住呢 还理解错了 那这样的话 我们多做多遍的话 一定会有 大幅度的提高 那么在这个阶段呢 不要慌 稳扎稳打 只要你把我们 这个相关的题 都做一做 把技术师掌握好的话 想通过这门考试 是没有什么 那么高不可攀的 那我们背后呢 都需要持续的付出 那最后呢 祝我们大家能够 顺利的啊 完成这个复习 完成这个备考 那么通过这个考试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